红魔鬼现身拉脱维亚!诺曼迪纪念A10射俄罗斯! 6月11日,拉脱维亚国防部发布了一组照片,显示8架美军A10攻击机已经抵达Louvart空军基地。 据称,这些战机将参加未来在拉脱维亚举行的军刀大机,Sabre Strike,多国联合演习。 其中一架A10非常醒目,采用了二战诺曼迪纪念涂装,这架A10攻击机6月3日刚刚在法国诺曼迪海滩进行飞行表演, 现在又出现的拉脱维亚,实在很有戏剧性。 这8架A10都隶属于美国国民警卫队第127战斗机联队第107红魔鬼战斗机中队。 这架纪念涂装的A10机身两侧挥制的就是该中队的特殊标识,红魔鬼。 在诺曼迪登陆之前,被指定为战术侦察中队的D-107战斗机中队执行了数百次侦察任务,拍摄德军防御阵地的照片,为盟军司令不规划进攻路线和空降场做出重要贡献。 当时该中队装备的是P-51野马战斗机,尽管机型变化多次,红魔鬼依旧没有改变。 A10攻击机赖以成名的7管30毫米加特林机炮。 该中队从美国空军转到国民警卫队,驻扎在密歇根州塞尔德里奇基地。 这次来到欧洲,显示美国空军与国民警卫队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轮换部署制度。 这架纪念涂装的A10与其他标准涂装的A10有很大区别。 正是因为这种反差,才出现二战后世界就进入冷战的历史轨迹。 排列整齐的8架A10攻击机,由于拉脱维亚与俄罗斯毗邻,所以这次已被约主导的多国联合演习,显然是威慑俄罗斯。 美军难道还想用A10去打俄罗斯的坦克机群? A10已经成为很多航空迷的最爱,但没有雷达,速度又慢,故障率偏高,让该机屡屡传出退役的消息。 这架A10攻击机的自带等机梯子呈打开状态,机挥右上就是红魔鬼中队的对挥。 正准备起飞进行训练的A10攻击机。 正在收起落架的A10,其实A10的起落架并不能完全收起,机轮会有一部分露出,据称这样的设计便于迫降。 尽管苏联已经解体,冷战已经结束20多年,但实际上,冷战从未结束。 至少在某些人心里,也不希望冷战结束。